大家好,欢迎来到奈斯家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款产品是 阳台衣物肌纽特种部队里的最后一款产品 巴特 这款产品是阳台进去之前发售的 我当时购买的价格是1750 同时还有这个古尔多和利库姆 三款全新未拆是1750 那么这款产品呢是阳台进去之前发售的 所以它的logo还在 那个相应的这个画风都是和其他几款产品都是一样的 这款产品内包装的采用的也是这个阳台 专用的灰色宝丽龙 同时呢上面有这个BrickStudio的logo 同时两条带BrickStudio logo的质量高的绑带 那么内容物呢包裹的也是非常的严密 保护的非常好 内容物主要是这个巴特的主体 贯穿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包装 那么它的右侧呢有这个头雕 还有两对替换手臂 左侧呢是两颗龙珠 包括两颗龙珠的这个底座 那么最下边还有一个分件 是这个探测器 那么这款产品呢整体上非常的硕大啊 它的重量呢是3.1公斤 这个跟利库姆差不多了 那么我看了一下呢 巴特虽然比利库姆呢稍微高一个头 但是呢利库姆在腹部及这个胯部呢比巴特宽 而且多了三个甲叶子 因此呢他们可能是由于这个重量是相同的 那么高度咱们可以来看一看啊 这款应该是这个系列里是最高的啊 从我这看应该就是42.5厘米 那么下边就是大家最喜欢乐见的这个 肌扭特种部队的这个组团照了啊 这款产品呢也确实是大 那么整体上说呢这款产品呢承袭了前面介绍的四款 近有特种部队的成员的全部优点啊 比如说呢这个建模是比较准确的啊 面雕传神细节比较丰富 处理呢也非常的得到 漆面平整光滑 那么色彩呢也是非常的艳丽的 那么它由于追这个可能是追这个白洞的这个上色的效果啊 所以它这个色彩饱和度呢确实都是非常的高的啊 而且它多处也用到了这个光油 还有这个阳海比较喜欢用的这个荧光粉啊 那么来提升这个视觉的效果 所以整体上说呢这款产品确实是不错啊 当然这款产品也有一些小毛病 那么咱们下边来这个分几部分来看一看啊 它的问题都在哪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巴特的头雕啊 那么这款头雕呢 个人感觉它还是比较还原于动漫里巴特这个人物的形象的啊 那么无论前面侧面还是后面啊 做的都非常的像 那么同时这个探测器呢 做的也比较不错啊 它也是用这个磁吸的方式吸上去的啊 磁吸也非常强 而且这个通透度呢 大家可以看啊 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同时它这个面部呢 也加了很多的这个阴影啊 和这个色彩渐变啊 但是总觉得它这个加的是不是过深了啊 包括这个里边啊 还有这块 还有这块的这些色彩是不是过深了 显得好像是比较突兀 那么如果它稍微的浅一点 那么过度再自然一点 是不是就更好了呢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它的这个上半身啊 这个上半身呢 这些细节啊 这些纹理啊 做的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而且这个阴影呢 处理呢 感觉比这个头雕呢 要自然多了啊 上漆呢 也做的不错 那么最容易出问题的 这个胸前的这个徽章呢 反正看着也是做的规规矩矩的 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么只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这个光油啊 觉得是用的太多了啊 显得有点油腻 那么首先它在脖子这块的皮肤 也都用了这个光油了啊 那么感觉呢 是有点多余 因为你这个皮肤上 如果再用光油的话 就显得这个人物整体上就比较油腻 那么另外胸甲的这个深色的这些部分啊 它也用了一些光油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不用效果应该更好 那么咱们前面分享的肌扭呢 也是这个形式的胸甲啊 就是前面是黑色的 那么皮肤呢 也是彩色的啊 当然肌扭是紫色的啊 但是肌扭呢 就没有在皮肤及胸甲的黑色部分 用到这个光油 那么这样反而增加了整体的质感和对比度啊 不会显得非常油腻啊 那么巴特的手臂呢 除了本体上这一对啊 自然下垂握拳手之外 那么还给了一对这个暴龙珠的这个 批换手臂啊 当然就是它的桩呢 也没有坐在手臂上啊 坐在了本体上 但是这次巴特的这个磁性呢 做的是比较适度的啊 不像这个肌扭那么强啊 所以就是大家在拆卸手臂 批换手臂的时候 起码不用担心损坏这个相应的这个手指 也不用担心这个零件互相磕碰 那么咱们可以先把它的手臂放上啊 同时这两颗龙珠呢 就可以自然的滑到这个手里面啊 这个这个方法还是比较好的 你不至于用力过猛 把这个手指头给损坏了啊 那么我们现在看巴特的下半身啊 这个下半身做的呢 也是中规中矩啊 这个相应的这个接口处 也是做的非常的干净的啊 没有任何的杂质 那么同时他的这个战斗紧身裤呢 和前几款不一样 他并没有加这个荧光粉在里面 啊 那么这个下半身呢 也是啊 该有的鞋都有啊 相应的阴影呢 也都有做啊 做的也都不错 啊 也比较自然啊 那么鞋子的这个皮革纹理呢 也不错啊 做的也是这个锐度也是比较高的啊 同时也应用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荧光粉 还有这个阴影涂装啊 使得他这个质感呢 增强了很多 而且看起来呢 又非常的自然 其他配件方面呢 除了上面这两颗龙珠之外啊 还有两个相应的龙珠底座啊 质量呢 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啊 通透度都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这款巴特呢 是本系列产品里的最高的一款啊 那么现在咸鱼上也有不少人在出 全配无损的价格基本上在700到800之间啊 估计白洞鸡纽套的翻膜出来之后呢 本套产品的价格呢 应该会有所下降的啊 所以有喜欢这款产品的朋友 其实不用着急 可以稍微的等等再下手 那么今天呢 关于这款阳台遗物鸡纽特种部队里的巴特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那么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订阅啊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